就是擺在這個怎麼去大量的輸出 所以以後如果說假設你還有更多的欄位的話 那你只要什麼 給一個範圍 然後輸出拿起欄 有沒有 所以你就是 有點像套個公式也可以啦 甚至這個將來你可以拿來 當成是一個範本都沒問題 如果你要增加或減少 就從這邊去做修改 OK 那再來的話呢 就把公式放上去 那公式放上去的話呢 當然有幾個原則就是 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盡量還是定義好名稱 有沒有 比如說這個整個選起來 Ctrl 去不向下 然後公式喔 特別注意喔 我發現很多人連這個頁面都沒切換 切過來過 可能甚至連這個東西什麼 從來不知道 甚至這個叫什麼名稱管理員 也都不知道的 應該大有人在吧 有沒有 OK 有用過這個功能的 請舉一下手好不好 有沒有 大家的手呢 奇怪 真的嗎 從來沒用過 沒有 那真的表示你不要說你會用eSale好不好 人家問你說你會不會用eSale 會 你真的都不知道 沒有啦開玩笑的 OK 所以 好 OK 所以不會用 好 沒有好 那反正今天你會用了嘛 表示你 人家以後問你喔 欸 你會不會用eSale 不會 OK 然後人家問你第一名稱 會不會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裡面的話呢 有哪些名稱 我是建議啦 以後的話 以後使用這個功能喔 盡量 有機會就多多去使用它吧 還有啦 盡量去找機會去使用這些工具 好 如果沒有機會的話 看有沒有找一些校內工作 或者是 如果有機會 我建議喔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企業時期的機會 如果可以的話 都到業界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是因為到業界之後才發現 哇 這東西這麼好用 OK 所以如果 假如你希望說 你畢業之前 能夠有更多的磨練的機會的話 一起去找相關的工作 或者說 你問一下你爸媽有沒有需要幫忙的 OK 他們如果用以示範 因為在業界工作 一定會用到這個工具 你可以稍微幫個忙 也許喔 也會得到蠻好的回饋 說不一定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剛剛是清除 跟職業再輸出 那輸出的話 就把公式就輸出就可以了 那主要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名稱定義 貼上去就好了 複製貼 複製貼 OK 那再來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什麼 把那個 排名在 前七名的 這個 同一列的 A欄 塗個顏色 那顏色的話 我希望把底色變成黃色 那以前的做法 是自己用油漆筒 這樣慢慢倒 這個看一下 倒一下 OK 如果說你是這樣工作的話 我相信 你每天都一定會滿到 我應該所有事情都做不完 那現在很多人喔 一直在加班 其實有在加班的主要原因 看得出來 大概百分之九十 都是因為你的技能 有問題 就是你的技能 沒辦法滿足你的工作需求 因為應該要用的功能 你不會 那就會變成你要 不斷的重複的在做那些事情 也就是你就把自己當回圈 其實有點像 你就在跑回圈 本來 在電腦裡面本來就提供給你那個 跑回圈加邏輯判斷 結果你不會 不會的話 你就自己只能用你的 怎麼講 用你的手 跟你的眼 去跑那個回圈 所以結果應該是很累人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格式化來寫的話 那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在這個Visual Basic裡面 先建什麼 一個叫格式化的一個 這個程式 一個叫格式化底線用VBA好了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要寫什麼 當然如果你實在不知道怎麼寫 有時候其實可以copy一下 把這個copy 範圍的話一定固定 for i 等於 這個 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範圍先確定一下 在裡面做什麼 如果 所以要做邏輯判斷 如果的話呢 如果什麼 如果它的依然 所以如果 if sales 所以其實有些地方都固定了 sales的i列的依然 假如怎麼樣呢 因為我要找出什麼呢 它是 小於 而且等於7的 所以 小於等於7的話 就這樣敘述 小於等於7的話 空一格 然後要做什麼 ran enter兩下 打一個 enter兩下 打一個 endif 不過好像應該程式有寫錯 endif ok 然後 看一下 這邊 後雙以後沒打到 ok 如果呢 假設抓過來的這個儲存格 小於等於7的話 這個是一個邏輯 那我就把它的 同一列的 A欄的資料 底色呢 改為什麼 改為 這個黃色 底色改黃色 底色 所以底色的話 怎麼 sales 如果你先加 瓜糊 它點下去不會提示 所以我 瓜糊先不要加 瓜糊後加 你可以打一個 interior 這個 它的底色就是這個 剛剛之前有講過 點 什麼 點color 黃色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變黃色的話 記得 RGB 什麼 瓜糊 後面加什麼 黃色 應該是 什麼 紅色加綠色 紅色 255 豆點 綠色 255 因為0到25 豆點 那沒有藍色 0 或瓜糊就可以 所以以後呢 你只要想到那個 顏色的話 建議你就是用RGB 反正就這個 其他可以不用記 沒關係 然後呢 拿一個儲存格 再來你就把瓜糊複製過來 為什麼瓜糊要後面複製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加了瓜糊 你現在這樣點 它不會反應 OK 所以記得呢 我的習慣還是先 先把 這個interior先打完 然後最後加上 哪一藍的哪一列 它的 同一列 所以同一列是I列 哪一藍呢 A藍 幫我做什麼 做格式化 所以你會發現 它會一直找 找到哪一個呢 它一直找到 所以我先設個中段點好了 執行到 執行之後的話 第幾列 第十三列的時候 在這一列 發現呢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值 是多少 7 那符合什麼 符合後面的條件 等於7的條件 所以它就進到這裡 把它的同一列的A藍 就是這個 底色變成黃色 所以F8 有沒有發現 當我執行到這個程式的時候呢 那這邊 底色就變更了 其他都一樣 所以我讓它全部跑完 這個中段點可以拿掉 讓它全部再執行 OK 你會發現喔 底下的顏色 只要小於等於7的 一律都幫我把底色給加上去 那可是問題喔 如果今天呢 希望再把它 底色拿掉的話 恢復回原來的 那其實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格式化拿過來 後面的話其實只要什麼 把它改成什麼 Color本來是RGB的2550 把它改成XL那樣就可以了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喔 這個地方呢 當然呢 外面是不是要加這個邏輯呢 其實喔 我的想法是這樣 乾脆你就不用邏輯了 反正一律喔 全部都恢復 反正它底色原來是什麼顏色 反正一律呢 通通幫我恢復就好 所以我把外面那個邏輯 一律的部分拿掉 OK喔 那就把它全部清除 反正全部清除意思是說 全部都恢復成沒有底色 它就瞬間 全部都恢復成沒底色了 OK喔 所以最後做出兩個按鈕吧 反正做出來就這樣 格式化按下去 它就全部做完 然後格式化清除 這樣子 最後全部恢復了 不過呢 格式化喔 好處是說 它可以看到說 它在哪個位置啊 不過缺點是說 你還是要捲動 向下捲動 才可以看到到 可是如果沒有捲動的話 比如說你現在 填在這個畫面 你不然只能看到一個 所以其實倒沒有很方便 所以我剛剛講過啦 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為什麼不如乾脆 你就幫我把這個號碼 直接怎麼樣 就幫我把它複製到這裡來 OK 12號碼 那後面就21號 21號呢 幫我複製到它的下一個 OK 那意思類推 一個一個的幫我把它放過來 誒 可是問題程式該如何寫 會不會很難寫 就跟各位講喔 這程式不複雜喔 其實你可以拿剛剛的那個 格式化的那個程式 拿來改一下就好了 改哪個地方呢 其實第一個要改的就是 把原來底色有沒有 改成把資料複製過來的這個敘述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位置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如果我今天複製過來的它的列是第二列 可是我下一個應該是第三列啊 再來第四列 所以它需要往下變動 可是我要怎麼樣可以喔 每複製一個 下一個就換到下一列去喔 所以這部分的話怎麼做比較簡單 當然理論上喔 如果那個地方會變的話 你就想到 你需要什麼 一個變數 一個變數就搞定了 有沒有 那個變數怎麼樣 當它已經把資料放過去之後 那就把那個變數的值喔 再加1就好了嘛 有沒有 所以我這邊其實可以有 習慣用個k吧 k的預設值等於2 當它把資料放過來之後 後面再加一行叫 k等於k加1 加1就寫回去就好了 那這樣不就一直往下放了嗎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先把那個格式化跟格式化清楚完成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前七名的這個 資料喔 把它列取在F欄的這個 F2喔 一直幫我到F8的儲存格位置喔